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妈 一家三口都很喜欢我 我也很喜欢他们 我和我的小主人正要好了 她每天上学的时候 我都会摇着尾巴欢送她 她放学的时候 我都会到校门口等她 然后一起赛跑回家 再一起踢球 有一天 当达拉去上学的时候 镇上一位富有的特灵公爵 忽然来到我主人的家 特灵公爵 您来了 是的 肯思太太 你们考虑清楚了吗 考虑清楚了 莱希 最近我们的生意失败 请了人家一笔钱 所以只好把你卖给特灵公爵了 这 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 打拉回来我会告诉她 你一定要听新主人特灵公爵的话 知道吗 我听了 心里很难过 想不到主人要把我卖掉 可是 为了帮忙主人渡过难关 我只好乖乖地 跟着特灵公爵回到她的豪华公寓里去 虽然特灵公爵的公寓比旧主人的家舒服 食物也比旧主人家的丰富 但是我却不快乐 我好想念小主人 而我相信小主人也同样地想念我 于是有一天 我趁特灵公爵不留意 偷偷地跑回旧主人的家 找小主人打拉 莱希 你正月回来了 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 可是爸爸已经把你卖了 还从特灵公爵那儿 拿了一笔钱周转生意 如果你回来这儿 他会向爸爸讨回那笔钱的 那到时候 小主人越说越难过 我越听越伤心 可是我无论如何 都得回到特灵公爵那儿去 只好含着眼泪 和小主人说再见 特灵公爵有个孙女叫做布林 他很喜欢我 常常牵着我去散步 可是特灵公爵为了防止我再次逃走 就派人看守着我 失去自由的我很不快乐 布林看见我垂头丧气 不吃不吃不喝的 非常担心 看见你这么不开心 我也很难过 这样吧 我去和看守人说 让我带你去散散步 好不好 当布林带着我去散步的时候 趁着没人注意 悄悄地就把我给放了 我逃出来后 不敢回去救助人的家 只好不停地向前走 好几天都没东西吃 又累又饿 饿得自己 再也没有力气往前走了 就在我快要晕倒的当儿 一只兔子忽然从路旁的草丛里跑出来 我一个箭步扑向兔子一把捉住 然后把它给吃了 我这才恢复了体力 我再继续不停地向前走 发现前面 有条很宽的河流和瀑布 水流很急 我知道 如果游过对岸 会有被冲走的危险 可是 我怎么找 都找不到过河的桥 只好硬着头皮 跳进河里 我使出全身的力气 好不容易 才游到了对岸 这时 我全身都湿透了 冷得直发抖 而且还受了伤 可是我并没有停下来 还是忍着痛 提起精神向前走 走着 走着 我又越过了许多高山 游过了许多河流 仍旧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 这天 当我走到一户人家的门口时 再也支持不住 终于晕倒在地上 这是哪家的狗啊 怎么会晕倒在我们的家门口的 老伴 这只狗好像病了 我们还是把它抬进屋子里再说吧 不知道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才醒过来 原来是一对老夫妇救了我 他们很细心地照顾我 一个星期过后 我的身体复原了 老夫妇很喜欢我 我也很感激他们 但是 我还是很希望回到小主人身边 而他们 也好像了解我的心意 于是 只好依依不舍地跟我道别了 和老夫妇告别后 我又开始到处流浪 有一个晚上 当我走到一个荒凉的野外时 看到有两个强盗 正在抢劫一个伤人 我非常生气 就立刻扑向那两个强盗 狠狠地咬了他们几下 两个强盗终于被我咬得逃跑了 伤人很感激我的救命之恩 特地用马车 送我走了一段很长的路 后来 伤人因为要到别处去做生意 所以只好和我说再见了 不知不觉 冬天来了 地上的雪 堆得厚厚的 走起路来非常吃力 可是 我决定回小主人的家里去 因此 还是咬紧牙关 一步一步地 朝小主人家走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天 我终于在一个傍晚 来到了原来的小镇上 我走向小主人的学校 这时候 小主人正好放学回家 当他走出来时 第一眼就看见了我 莱西 你怎么会在这儿的 你知道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吗 我再也不让爸爸把你送走了 来 我帮你回家去 回到家里 小主人的妈妈 看见我们的感情这么好 心里非常感动 于是 带了多年来 辛苦处事的钱 去见特灵公爵 希望能够把我赎回 当特灵公爵 知道整件事后 也很感动 他不肯收钱 就把我送还给小主人了 找回小主人后 我心里很高兴 再加上小主人的细心照顾 我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过了不久 我还生下了三只小莱西 从此 我们一家和小主人 过着平静快乐的日子 小朋友们 我是一只不怕吃苦的狗 因为只有勇敢地 去做好一件事 真心对待主人 主人才会更爱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